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妈搁腕自杀,逼我嫁给一个比我大九岁的男人。 我妥协了。 婚后一年,男人对我非打极骂。 我起诉离婚,法院驳回。 我回娘家,我妈却说,肯定是你做错了事才会打你。 婚后第五年,我终于成功离了婚。 除夕当天,我本想着回家过个团圆年,却被一家人拒之门外。 我妈大冷天,一盆水泼出来,滚回你自己家去,别乱了我家的风水。 门烹的一声被关上,我低头看着身上被泼的脏水, 这比零下二十几度的天气还要让我觉得寒冷。 我叫文玉,刚结束一段失败的婚姻。 今天是除夕,我听从心理医生的建议, 回来过年,就是想缓和和家人前五年的僵持关系。 以前过年的时候,我妈虽然对我也没什么好话, 但好歹会比平时多几个笑脸。 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就像刚刚的那盆水一样, 我现在对她们来讲,就是个外人。 隔壁邻居见我如此狼狈,和自家人交头接耳八卦,起了我的事。 哪有出嫁的姑娘,年三十回来的, 前年李家闺女也非要年三十回来过年。 结果那一整年,她娘家财运都没好过,兄弟做生意还赔了不少。 这闺女也是真不懂事,当年结婚就把她妈气半死, 现在又回来给娘家添堵。 而且这丫头命数也晦气,这才嫁出去第几年,就把前夫给客死了。 诶,不对,我听说,她那个前夫很可能是被她给。 听着这些乌七八糟的构陷,我心里越发阴沉, 不过我也不屑去争辩什么,拖着行李箱转身就离开。 恰这时,对面走来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 是我弟,文瑞。 他是我爸妈的心肝宝贝,现在还在读大学,当初我都上高中了, 他们才好不容易拼了这个儿子出来。 姐,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弟见识我,立马小跑过来,怎么不进家? 他做事要拎我手上的东西,我很嫌弃地闪开,不用了。 妈不欢迎我,我走了。 文瑞正了正,这才注意到我身上几乎结冰的水渍,这是妈干的。 我没说话,想到刚刚那些街坊邻居的议论,只是阴沉地看着文瑞。 封建迷信,跟我回去。 文瑞一把拽过我行李箱,带着我重新回到家里。 我妈一见她宝贝儿子进来,立刻眉开眼笑,但见她后面还跟着我,扭头就换了一副凶狠的嘴脸。 你怎么还敢回来,我冷冷看着我妈。 文瑞横过来,挡住我妈的视线。 妈,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们那些旧思想都收一收,再怎么样你也不能泼我结水啊? 外边零下二十多度呢? 你想让她冻出毛病来吗? 又冻不死。 我妈说归说,到底还是听我弟的,狠狠弯我一眼之后,没再往外撵我。 家里早已经没有了我的房间,我只能去卫生间把湿了的衣服换下来,再把脏衣服塞进带来的行李箱里。 我妈嫌弃地看我一眼,都结过一次婚的人了,穿衣服还是这么没品味,就你这样, 还想找下家。 我没理会我妈,低头整理行李箱。 文瑞想帮忙,被我挡开。 她尴尬地顿了顿,直起身, 妈,再过一会儿,我女朋友就要来了。 你说说你这脾气,让她看见了不好,我妈只得作罢。 我把行李箱立在墙角,我爸倒了杯热水递给我, 吃了中午饭,还是去外面住吧,家里下午有客人要来,看见你不好。 我看着杯中的水纹,里面倒映出我苍白的脸。 这时,文瑞又说,姐,要不我来帮你安排酒店? 咱爸妈这样,你也不自在不是。 我笑了,假惺惺把我叫回来,又给我撵出去。 不愧是文瑞。 我不喜欢文瑞,从她一出生,我就不喜欢。 不过文瑞从小也没和我有什么太大的冲突, 只有有些小事,我记得特别清楚。 比如小时候,她太调皮放火丸, 最后,怕癌训,就栽赃到我头上说是我放的。 我因此被我妈抱打了一顿,鼻血一直流个不停。 再比如,我带她出去玩,她自己摔了一跤, 把膝盖摔破了,用硬说是我推的。 于是我又被我妈抱打了一顿。 诸如此类的小事,在小时候发生过很多次。 后来她渐渐长大,就没再那样了, 和我之间的相处也还算和睦。 我拒绝了文瑞,我自己定就行了,不用麻烦你。 文瑞好像松了口气。 我妈摆我一眼,摆眼狼,大年三十回娘家, 你弟弟今年要有一点不顺,就都赖你。 赖就赖吧,反正哪次文瑞遇到不好的事, 她都赖我。 所以,我时常会阴暗地想, 要是女人一生下来,就要方方面面考虑 会不会影响男人的气韵, 那这个男的也就没什么存在的必要了。 我妈叙叙叨叨个没完, 过了一会儿,她手机响了。 那边听声音好像是个男人, 不知道聊到了什么, 不一会儿,我妈就眉开眼笑了。 挂了电话,她看向我, 吃过午饭,先别急着走, 正好你四审带了个人来, 你认识一下, 也省得你再辛辛苦苦找夏家。 夏家,又是相亲。 我这才刚离婚, 她居然又忙着把我往火坑里推。 我要是不听, 她打算顾忌重施吗? 我没反对任何, 可能是心里还对我妈抱有那么一丝幻想吧, 我想看看她接下来会做些什么。 午饭时候, 爸妈将肉全都推到文睿面前, 不停地询问她女朋友的事, 全当我是空气。 午饭后, 我妈难得没叫我去厨房洗碗。 我爸把我叫到一边, 一会儿人家来了, 多笑笑, 别老闭着张嘴, 不愿意说话。 我闷头吃水果, 对我爸的话没给任何反应。 我爸有些生气, 一把抽走我眼前的果盘。 正巧这时, 门铃响了。 文睿称长脖子往窗外一看, 立刻从厨房跑出来。 爸, 妈, 我女朋友来了。 我出去开门, 快去, 快去。 我妈催促着, 等文睿前脚一脉出去, 她立刻朝我瞪了一眼, 你别给我犯毛病, 知不知道。 我没说话, 这是担心我说啥不好听的 把文睿的恋爱搅黄呢。 不一会儿, 文睿领着一个漂亮高挑的女孩子 从外面走了进来。 叔叔阿姨过年好, 女孩很有礼貌, 将手里的礼物递过去。 女孩自我介绍叫容莉, 看上去挺活泼的。 我妈看了眼递过来的东西, 立刻收好, 这孩子, 来就来嘛, 还带什么礼物? 怪破费的。 快别在门口站着, 进里边暖和暖和。 容莉笑应着, 目光一转, 这才注意到 一直坐在客厅沙发上的我。 那位是, 文睿见我只是盯着容莉,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面色顿时一沉, 那是我姐。 你不用在意她, 她这人就这样, 有点没礼貌。 容莉冲我点了点头, 算是打招呼。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起身去了卫生间。 洗手的时候, 家里又陆续来了人, 吵吵嚷嚷的, 人不还少, 还有小孩子也在其中。 我开门走出卫生间, 四审第一个注意到我, 立刻把她身边的 一个陌生男人 往前推了推。 男人长得高大帅气, 剃了个寸头, 整个人显得很利落。 来, 文玉, 认识一下, 这是四审朋友家的孩子, 比你小一岁, 叫王宇, 又是姓王的。 我这是什么倒霉运气? 上一个和我有关系的姓王的 已经死囚了。 他也不怕沾染上晦气, 还赶跑来和我相亲。 王宇主动伸出手, 你好。 我看了眼那只伸出来的手, 没动。 我爸见状面色一变, 文玉, 你都多大了, 怎么还是这么不懂事? 王宇善善地收回手, 没事。 初次见面嘛, 有些不好意思, 很正常。 什么不好意思? 他脸皮厚着呢, 我妈抓过一篮水果, 强行塞到我怀里, 处着干什么, 还不去厨房洗水果。 这么多客人呢。 我顿了顿, 虽然心有不满, 但还是拎起了水果。 那个, 大概是因为这屋里 没有什么同龄人, 所以容力有些不太自在。 姐, 要不我和你一起洗吧, 这么多呢。 我没拒绝, 只是看了眼我妈。 结果, 我妈全程无视了我俩。 容力脸色微微变了变, 进厨房后, 我把果栏里的水果拿出来, 容力动手就要接。 你还真帮着干活吗? 我抬起眼, 皱眉看着容力。 容力一愣, 可能没想到我这个未来 大姑姐对她的态度 和我妈截然不同。 这是我俩从进门后 唯一的一次交流。 接下来, 我们谁也没有多说话, 我草草将水果 扔到水池当中, 然后简单涮了一遍, 就摆了盘。 客厅里的人滔滔不绝地 在讨论我和王宇的事, 把王宇夸得天花乱坠, 时不时倒也会夸我两句。 也对, 卖闺女吗? 总不能真把我说得一无是处。 也不知道上次他们从王哲那里 要来的三十万财礼 有没有花丸, 这次又打算跟别人要多少。 我随手给水果冲涮了一下, 也不管果盘干不干净, 端着就走出了厨房。 我妈走过来接下果盘, 笑容却是对荣丽的, 看我儿子多会找女朋友, 又漂亮又能干。 荣丽面色稚了稚, 干巴巴地一笑, 我也没干什么。 我妈低头看见果盘里残留的脏东西, 面色僵了僵, 旋即不动声色地拨弄走, 依然笑着, 这孩子, 真谦虚。 我爸见我自顾自往角落里去, 忙喊了声, 文玉, 你过来坐, 这乡亲呢, 你也让人家王宇多看看你。 我对乡亲没兴趣, 我拉了把椅子 在我行李箱旁边坐下, 我爸立刻就怒了, 你要反了天了是不是? 你一个离了婚的女人, 有人愿意和你相亲就不错了, 你还挑挑拣拣的。 我爸就是这样, 不管对着家人还是外人, 总是把我贬得一无是处, 就好像贬低我能让她自己脸上多有光一样。 我觉得, 再对这个家抱有期待, 可能会把自己气个半死, 索性抓起行李箱, 直接走人。 哎, 你要去哪儿? 我妈做事要拦住我, 我去送送她吧。 王宇却在这时快步跟了过来, 伸手要帮我拿行李箱。 我连忙避开, 不用。 我没答应和你相亲, 你也别没事献殷勤。 我妈狠狠推了一下我肩膀, 你狗咬吕洞宾是不是? 人家是好心帮你。 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不识好歹的闺女来? 我被推得一下没站稳, 差点摔倒。 王宇及时扶住了我, 没事吧? 我条件反射地甩开她的手, 多谢, 我没事。 我妈还想再呵斥我, 王宇出声劝解, 阿姨, 有话好好说, 别动手。 文宇身上有伤, 我狐疑地看了眼王宇, 她怎么知道我身上有伤的? 我爸妈都不知道, 受伤了, 我妈上下打量我一眼, 你是不是又去招惹王哲她爸妈去了? 离个婚都离不消停, 就知道给大家添麻烦。 我没解释, 揉揉胳膊, 拖着行李箱离开。 我妈被四审劝了几句, 没再追上来骂我, 不过王宇还是执意跟了出来。 走出院子, 我回头看了眼家门口, 见我爸妈脸上都洋溢着期待的笑容, 心底不由地生出一阵恶寒。 这笑容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去王哲家过年。 走到大马路上, 我打算打个车去酒店, 但等了一会儿, 没想到荣丽也拖着行李箱从我家出来了。 她后边还跟着满脸不高兴的文睿, 正好, 我送你们去酒店, 王宇本来一声不吭的, 但看见荣丽好像找到一个好的由头, 放心, 我只是单纯想帮忙而已。 我眯了眯眸子看着王宇, 后退一步, 你是警察吧? 知道我受伤的, 除了王哲的家人就只有警察了。 王宇淡淡笑了笑, 没否认, 你对警察很敏感。 所以, 警察同志这是在借相亲的身份调查我。 王宇挑眉, 你想多了。 我也是被别人介绍来相亲的, 没想到遇见的人会是你。 走, 我车在那边, 别在这里灌冷风了。 大概是对警察这个身份的天然顺从, 我这次并没有拒绝王宇的好意。 荣丽跟我一起上了王宇的车, 看她和文睿的争吵, 意思她并不愿意在我家里过夜。 而这一点, 让文睿和我爸妈都很不高兴。 两人到了车上, 甚至都还在吵。 我看着后视镜中面红耳赤的两人, 心说这俩人绝对成不了, 荣丽一看就不是什么任人拿捏的软包。 吵着吵着, 文睿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忽然激动道, 你怕什么? 我姐当初和我姐夫相亲, 也是第一天就去人家家里住了。 难不成你还担心我对你用墙? 我心底顿时一冷。 荣丽本来就被气得快哭了, 听文睿这么一讲, 直接气节, 索性没再搭理她。 大概是注意到我阴侧侧的眼神, 文睿摸摸鼻子, 对不起啊, 姐。 我没理文睿, 而是看向荣丽, 你知道我第一次去南方家过年, 发生过什么吗? 荣丽擦擦眼角的泪珠, 等着我说答案。 王宇眉头微醋, 是那件事, 警察同志知道的不少。 文睿轻吃, 那件事都是误会。 王宇沉了口气, 我听说, 当年你姐在除夕夜, 差点被王者用墙。 警局有她当年的报案记录, 荣丽不可置信地抬起眼, 怒瞪向文睿, 你都知道你姐遭遇过什么, 还提那件事。 文睿你没有心吗? 文睿阵有词, 当年那件事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是我姐和王者之间有误会, 后来要不是我妈出面说和, 我姐就会被对方告诽谤, 那可是刑事责任。 所以你是说, 你姐在诬告。 文睿抿了名嘴,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 王者当时又没把他怎么样。 这些结案记录里都有, 宇哥也知道。 这就是文睿, 在那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下, 表面对我和和气气, 其实打心眼里, 是非常瞧不起我的。 当年知道我报警后, 他的第一反应, 就是为王者申辩。 王宇没说话, 只是看了我一眼。 我也不屑多解释什么。 当年去王者家过年, 我本来并不愿意, 是我妈不断地以死向逼, 人都抓起农药, 要喝。 我不想真闹出什么事, 才妥协答应。 吃过年夜饭之后, 我是想走的, 但没想到, 王者在他父母的授意下, 强行将我推进了卧室。 要不是, 我几经三番挣扎, 最后用笔戳伤了王者的脖子, 我再劫难逃。 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十分钟, 我被王者打得鼻青脸肿, 狼狈地从他家逃了出去。 这一切, 我都有录音。 录音记录下了王者对我施暴时的乌言慧语, 能明显听到他巴掌抽到我脸上的声音。 警方第一时间出警, 但王者和他父母却深恋, 这是小情侣之间的打情骂俏。 王者被拘之后, 他父母不断威胁我, 还跑去骚扰我家里人, 扬言要让我身败名裂。 我没有妥协, 执意要他们一家负法律责任, 但偏偏这一切最终毁在我爸妈手里。 我爸不知道听了谁的指点。 背着我去和王者父母谈判, 说这件事闹大了对谁都不好, 只要王者他家多出彩礼, 他就想办法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而我妈在和我争吵一晚过后, 竟然搁腕自杀, 逼着我和王者择日结婚。 扭头还对办案的警察说, 我们是因为当时彩礼没谈好, 所以才发生了冲突。 看着躺在病床上病泱泱的我妈, 我再一次妥协。 最终经过各方调解霍悉尼, 王者对我的施暴只按行政处罚, 把他拘了三天而已。 都说法治的最终是人治, 那一刻我深有体会。 到了酒店, 我和容力一人开了一间房。 文睿这会儿还在表达不满, 也把身份证往前抬一扔。 你一定要在外边过夜的话, 那我就留下来陪你。 容力冷笑, 陪我。 你就不怕我到时候诬陷你什么吗? 文睿瞬间怒了, 你能不能学点好? 容力拿好房卡, 一把推开文睿, 转身上了电梯。 文睿的房间开在了容力隔壁, 王瑜也住这家酒店, 不过他住我楼上。 容力回房间前, 我偷偷塞给他一支黑色的笔, 在他耳边轻语了两句。 那是一支录音笔, 我时常戴在身上, 这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容力正了正, 冲我点点头, 我记住了, 谢谢姐。 文睿狐疑地看了我俩一眼, 我回了自己房间, 进屋之后, 王瑜还站在我房间门口, 似乎没有要走的意思。 我无奈, 警察同志有什么想问的吗? 王瑜看着我, 你携带录音笔的习惯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很早了, 以前被人冤枉的次数多了, 就想着随身带一支录音笔, 多少能记录下一些证据吧。 王瑜眉头一皱, 王者坠楼之前, 你的录音笔也开着。 是, 遇到危险, 我会随时打开, 我被过身整理失掉的那件棉笔, 挂起来亮晒, 警察同志不是说不是来调查我的吗? 王瑜摊手, 随口问问而已。 你这随口可真随意, 我回过头, 直勾勾地盯着王瑜, 王者坠楼的案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案, 你们不就是认为我有故意杀人的嫌疑吗? 我们警察办案从来只看证据。 我不屑地笑了笑, 警察同志要是没有别的事的话就请离开吧。 我累了, 想休息了。 王瑜点点头, 行, 那你好好休息, 对了, 我加你微信了, 记得通过。 微信? 我摸出手机一看, 果然有一条好友深情, 头像是一只帅气的德木。 过了, 回见。 门关上的那一刹那, 我缓缓松了口气, 垂下的手微微有些颤抖, 虽然王瑜一再否认, 但我敢肯定, 他会在今天出现和我相亲。 肯定不会是凑巧那么简单。 我揉了揉自己受伤的肩膀, 脑海中不自觉回想起 一个月前王者和我起冲突时的情形, 不自觉地笑了。 夜幕降临, 家家户户响起了爆竹声, 绚丽的烟花 将整个天空照得五彩斑斓。 电视机上播放着一年一度的春晚节目, 我握着手机, 看着一排微信好友, 竟然不知道该向谁拜年。 我性格孤僻, 这些年也没交到什么朋友, 唯一的同事群也就只有三三两两的人在说话。 这时, 王瑜发了消息给我, 要跨年了, 出来一起吃年夜饭吗? 我没回。 片刻后, 王瑜又说, 荣丽也在。 他和文睿闹分手呢, 文睿回你家吃年夜饭去了。 这次我没拒绝。 我们约在就近的一家饭店, 王瑜订了个不错的包厢。 荣丽一路上情绪不太高, 老板刚一上菜, 他就拿过一瓶啤酒开喝。 我和王瑜没阻止。 年轻人闹分手吗? 自顾自吹了一瓶, 荣丽有点微醺, 这才终于把心里的憋屈发泄了出来。 我算是看清文睿了, 以前都是我眼瞎, 都被他骗了, 他就是个混蛋。 我笑了笑, 动手给他把加了块排骨, 早点看清早点结束, 你该高兴才是。 荣丽扁扁嘴, 看着我, 姐,你好惨, 你全家, 全家都, 都那么。 好像觉得后边的话可能会很难听。 荣丽没说下去, 我全家都不是东西, 我替他把话说完, 把闺女卖给强奸犯, 闺女被家暴置之不理, 大年三十还敢闺女出门。 我还以为你会怪我说他们坏话, 随便说, 我不在乎。 荣丽当然没有在随便说, 说到底他只不过和我也才认识了半天而已, 哪有那么推心致富。 王宇示意我们吃饭, 他是个很健谈的人, 和我这种半天蹦不出一句话的没什么可聊, 倒是和荣丽聊挺好。 吃过年夜饭后, 王宇带着我俩去中兴广场放烟花, 荣丽开心地抓着一把仙女棒转来转去。 这时, 我手机突然响了, 是文芮。 我接起, 有事。 荣丽是不是和你们在一起? 文芮的语气劈头盖脸。 在? 你们在哪儿? 我没说话。 文芮怒吼, 你是不是在荣丽面前乱嚼舌根了? 她下午一回屋, 就和我吵架闹分手。 我冷笑, 哄不好女朋友是你的问题, 你不反思自己, 反倒怪我。 不是你从中挑唆, 她怎么会和我吵架? 我不找你, 我找谁。 我懒得在大理文芮, 直接挂了电话。 王宇看过来, 你弟这脾气不行, 等回去我叫前台帮荣丽换个房间, 免得被她骚扰。 我笑了笑, 贴心啊, 王警官, 王宇挑眉。 快十一点的时候, 文芮还是找到了我们。 我以为她这大少爷提气会选择在家里等我爸妈哄呢, 没想到人家真找过来了。 荣丽正玩着抓娃娃, 被冲过来的文芮一把拉开,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文芮也不管周围有没有人, 扯着嗓子就吼, 我给你打电话, 为什么不接? 荣丽翻白眼, 咱俩已经分手了, 拉黑删除一条龙不懂吗? 我没答应分手, 荣丽, 你能不能别听别人挑拨离间? 咱俩谈一年了, 你有必要这么无情吗? 无情的是你, 不是我, 你看看我这脖子, 被你掐完之后到现在都是红的, 那还不都是你逼我的? 你但凡听点话, 我会对你动手吗?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话? 文芮怒急, 下意识就抬起了手, 王羽急忙一个剑步冲过去, 将文芮一把推开, 你再动手试试, 文芮被推得一个猎切差点摔倒, 他咬咬牙, 见周围的人都在议论他, 眼珠一转, 忽然骂道, 你们这对狗男女, 当着我的面给我戴绿帽子, 你们还要不要脸, 周围的议论瞬间扭转方向, 指向了王羽和荣丽, 荣丽气得满脸通红, 文芮, 你不要空口造谣, 血口喷人。 我哪里血口喷人了? 我。 不等文芮说完, 一个响亮的巴掌照着他的脸狠狠抽了过去, 王羽和荣丽顿时愣住, 文芮捂着半边脸, 怒不可遏地看着我, 鞭, 接着鞭, 我将手揣回兜里, 大庭广众之下, 诬陷一名现役警察, 你是不是觉得你这大学生涯太长了? 文芮的蠢劲, 总算是消停了, 大概是觉得自己在在这里待下去很没面子, 只能灰溜溜地扭头跑开。 荣丽走过来, 姐, 谢谢你。 谢她吧, 我直指王羽, 警察这身份真好使。 王羽笑了笑, 我们在中心广场, 一直待到跨了年, 新年快乐, 荣丽不知道跟哪个摊位上买了一把糖, 往我和王羽口袋里分别塞了一堆, 新年快乐, 王羽拿出一根棒棒糖, 和我手里的棒棒糖碰了碰, 我看着王羽笑了笑, 心里有些久违的开心, 新年快乐。 回到酒店后, 王羽第一时间帮荣丽换了房间, 不过, 不巧的是, 文芮竟然等在了荣丽原先房间的门口。 荣丽皱眉, 你不回家, 陪你爸妈在这里做什么? 文芮垂头丧气, 我, 对不起, 我来和你道歉。 荣丽一愣顿了顿, 回头看向一脸不放心的我和王羽, 我和他聊聊, 你们回去休息吧。 我和王羽相视一眼, 分别离开, 凌晨一点。 楼道里响起一声尖锐的求救, 救命。 这求救声很短, 短到只有一瞬, 但我还是听见了, 那声音是荣丽的。 我从房间冲了出去, 同一时间, 下边值班的老板也跑了上来, 他身后还跟着王羽, 是文芮房间。 王羽抓过老板手里的房卡, 第一个奔过去开了门, 等我到的时候, 就看见文芮已经被王羽暗倒在地。 而荣丽衣服凌乱, 嘴角流着血, 窝在墙角里不停地颤抖。 这情景让我不禁想起了当年我被王者施暴。 我走到荣丽身边, 蹲下身, 轻轻地拍拍她的肩, 荣丽已经没事了。 荣丽抬起星红的眼, 下一瞬, 扑到我怀里,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王羽将文芮靠走。 我送荣丽去医院, 索性荣丽受的都是一些抓伤挠伤, 文芮的施暴最终因为王羽赶到的急时, 并未得逞。 我爸妈本来歇下了, 临时接到警局的电话, 急匆匆就从家里跑了出来, 连鞋子都穿返了。 我带荣丽返回警局时, 我妈二话不说, 上来就要扇荣丽。 我一把将荣丽拉到身后, 啪的一声, 巴掌抽在了我身上。 你, 我妈瞪大眼睛, 她个不要脸的臭婊子陷害你弟弟, 你居然还护着她。 陷害? 果然还是这一招啊。 妈, 您是打算把王哲父母 当年用在我身上的伎俩, 又在荣丽身上用一遍吗? 我妈气得还想动手, 被一向自持冷静的我爸拦住。 行了, 这里是警局, 闹大了只会让小瑞的处境更艰难。 一旁半案的民警, 用一言难尽的眼神, 看了我爸妈两眼。 荣丽的父母远在外省, 荣丽的意思是先不通知他们, 以免过年让他们担心。 我听着荣丽给他父母打电话, 能感觉到他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 这样挺好, 至少你最亲近的人不会在关键时候捅你一刀。 但我还是忍不住有些心酸。 我怎么就在我爸妈眼里什么都不是呢? 如果当年他们支持我告到底, 我和王哲都不会是如今这个局面。 为了不让家属干扰审讯, 文瑞被带到了审讯室。 我妈急得和办案的警察申辩, 最终在王雨的授意下, 他们可以在审讯室外旁观。 荣丽本来要被送去休息, 但他执意要听听文瑞嘴里能说出什么荒唐话来。 审讯的人是王雨, 他看着文瑞,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文瑞, 你是个大学生, 应该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文瑞气急败坏地一穿审讯仪, 我是冤枉的, 我不过是和荣丽发生了一些冲突罢了, 哪有情侣之间不发生冲突的。 是吗? 那这你怎么解释? 王雨冷笑。 玄吉拿出一支录音笔, 按下了播放键。 录音里的内容脏话连篇, 伴随得还有桌椅被踹, 水杯被砸的声音, 能听得出荣丽一直在做激烈反抗。 但他们两个毕竟体力悬殊太大, 没多久就只能听见荣丽被捂嘴的嗡嗡声。 听到这里, 荣丽浑身上下依旧忍不住颤抖, 我拦紧荣丽的肩膀。 录音播到最后, 就是王雨开门将文锐按倒在地的打斗声。 文锐以强奸未遂被王雨戴上了手铐。 王雨按下暂停键, 证据确凿, 容不得你有任何狡辩。 文锐咬咬牙, 不过是情感纠纷, 打了他几下而已。 再说了, 情侣之间上床有点暴力倾向很正常。 王哲当年不也没事吗? 就是嘛, 他们两个是情侣, 这怎么能算强奸呢? 我妈隔着玻璃附和, 警察同志, 你们不能听这个容丽一面之词, 胡说八道。 容丽此时已经身心疲累, 声音气得发抖, 情侣就可以不顾对方意愿强奸吗? 我妈瞪大眼睛, 你平时和文锐应该也没少上床, 怎么这会儿挽起矜持来了? 不信让人给你验验身, 还是不是除, 不是装什么唇? 容丽简直要被气笑, 真是法盲一个, 不可理喻。 怎么? 怕了? 怕被人发现你诬陷我儿子? 我告诉你, 你敢让我儿子不好过, 我就让你也不好过。 我妈说的是真格的, 通常情况下, 警方为了保护受害者隐私, 这种案子多数选择的是不公开, 但加害者往往不会那么安分, 他们会借着你什么都避讳的由头到处造谣, 诽谤受害者, 拉受害者共沉沦。 所以, 案发的第二天, 我妈就找了好几家三流媒体, 这些三流媒体平时最爱干的事, 就是挑唆是非, 为流量没下险。 经过我爸妈和媒体的一致努力, 一条标题为女大学生因出轨与男友分手, 男友求复合, 反被诬陷性侵的文章瞬间引爆了热搜。 各路大V纷纷下场, 要求我们当地警方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应。 同时, 有不少好事者扒出荣立所有的个人信息, 发在了某吧任人辱骂。 钱没给到位, 钱到位了不愿意也愿意了。 先生请赴死, 正好给舔狗们一个警告, 自己都不知道交多少个男朋友了, 早就成破鞋了, 还好意思说别人强奸。 警方见舆论越来越离谱, 立刻出了详细的蓝底公告, 辟谣了网络上一大堆的恶意揣测。 但由于媒体造势太大, 为文睿汴京的博主层出不穷, 所以这件事情的热度仍旧持久不下。 第三天一早, 荣立的父母得了信, 大老远从外省赶了过来。 荣立被王宇安顿在酒店, 有警察的帮忙。 到处蹲点的媒体记者始终找不到她。 我爸妈提出要和荣立父母谈判, 被拒绝。 没办法, 他们只能打电话给我, 希望我能好好劝劝荣立。 起初他们态度很好, 但见我态度强硬, 就又对我骂骂咧咧, 说我是骇人精, 给荣立瞎出竹一袋录音笔。 可即便没有那支录音笔, 单是楼道里的监控和网语的亲眼所见, 也能给文锐定罪。 我爸妈为了维护他们这个儿子, 已经全然不顾事实了。 舆论还在发酵, 文锐被警方移交检察院。 荣立父母代替女儿出面, 接受了媒体采访, 告知大众他们已经在做证据保全工作, 将对乱泼脏水的流量博主们提出诉讼。 这期间我没有去打扰荣立, 我知道我爸妈的疯狂, 为了把荣立拖出来, 他们肯定会盯着我。 但尽管我闭着, 另一桩麻烦还是找上了我。 因为这起案子舆论闹得太难看, 有好事者也开河了文锐, 发现他有个姐姐身上 也发生过同样类似的事。 顺着这条线, 对方找到了我。 各路博主再次下场, 颠倒是非, 最火爆的一篇文章 是拿当初王哲家给我家的 那三十万彩礼说事, 用当下最热的彩礼议题 来模糊强奸案的本质。 再接着, 有人查到王哲在一个月前坠楼身亡, 而我就是警方一直在调查的犯罪嫌疑人。 最终, 一条标题为坠楼的丈夫的文章 横空出世, 大写特写 我是如何逃脱法律制裁, 将王哲推下楼的。 这篇文章的幕后主使我不用猜, 就知道是谁。 当初王哲坠楼之后, 他父母就没少找我麻烦, 一直扬言要我给王哲偿命。 我搬家搬了好几次, 他们每次都能找上门, 扰得我不得安宁。 这一次, 怕是又嗅到不让我好过的甜头, 于是在网上找了携手, 对我的罪行公开审判, 某巴的伴友们再次下场。 现在的女的一学一个坏, 肯定是这个姐姐给那女的支招了。 罪毒妇人心, 害死自己丈夫不够, 还要害自己弟弟。 所以说, 年三十不让闺女回家是对的。 警方怎么也不拘了她, 就这么被她逃脱了。 这对男方也太不公平了。 我躺在床上, 看着一波又一波针对我的舆论, 心里平静无波。 这时, 王雨的消息弹出来, 你没事吧? 我没应, 反问, 荣丽没事吧? 她没事, 她父母一直在支持她, 文睿马上就要被提起公诉了。 但负面舆论我想一直会有。 真好啊, 有父母支持。 我再次对荣丽的家庭心生羡慕。 我知道了, 希望你们警方能保护好她。 王雨顿了顿, 又说, 王哲的父母一直不停地打听你的住处, 最近他们又联系上了网红。 可能又要找你的麻烦。 我当然知道, 这一切我都有心理准备。 大多数人在遇到这种事情时 一般都不知道该怎么破除困局。 有些时候, 你一旦遇到人渣, 就很可能会被人渣和人渣家属纠缠一辈子。 但我不一样, 我背后没有父母之称, 完全就是截然一身的一个人。 所以, 逼急了我什么事都有可能干得出来。 有事可以随时和我联系。 王雨丢下这一句后, 我们没再多聊。 第二天, 果不其然, 王哲父母找到了我所住的酒店。 酒店位置是我爸妈透露的, 他们一开始是去了我爸妈那里闹腾, 但无赖对上无赖, 他们在我爸妈那里讨不到任何好处, 就只能来找我的麻烦了。 这一次, 王哲父母有样学样, 不单单带了王哲的遗像, 还带来了一堆自媒体网红。 我站在酒店门口, 见王妈抱着王哲的遗像 瘫坐在地上, 鬼哭狼嚎, 天杀的, 你还我而命来, 还我而命来。 有人拿着麦走到我面前, 文女士, 你对最近的舆论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没理会。 网红们一拥而上, 七嘴八舌问了一堆 让我觉得过躁的问题。 王哲父母见我不为所动, 鬼哭狼嚎得更厉害。 我上前一步, 居高临下看着他们, 该说我和警察都已经说清楚了。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王哲是意外坠楼。 你们日复一日这么闹, 只会让你们自己更难堪。 王爸眸子一转, 你要是不故意刺激他, 他会坠楼吗? 你们都已经离婚了, 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他? 你分明就是杀人凶手。 我冷笑, 这话你应该去问你儿子, 是你儿子一直对我纠缠不休。 案发当天, 也是他把我绑走的, 我肩上的伤就是他的手笔, 他要是还活着, 绑架罪名少不了他。 那还不是因为你离婚把他刺激的。 王哲都四十多了, 二婚再娶媳妇有多难, 要不是当年娶了你这么个扫把星, 我早就抱上孙子了。 知道我是扫把星还要娶, 看来你们那宝贝儿子是被你们自己害死的。 你, 你这个杀人犯, 我和你拼了。 王妈被激怒, 冲上来就要揪我头发。 我侧身一臂, 懒得再和他们多费唇舌, 扭头就要走人。 这时, 王八紧跟着冲过来, 一把拉扯住我胳膊, 然后狠狠将我往后一推。 后边是一块立起来的石头雕塑, 砸上去我肯定投破血流, 但我已经来不及躲了。 就在这时, 一只手突然拉住了我, 稳稳将我扶好。 你们家人还有完没完了? 怎么那么死不要脸呢? 当年要不是你们和文育父母和起伙来算计他, 他根本不可能嫁给你家那个牲口。 说话的人是我四审, 我定了定神。 看向身边扶住我的王羽, 他们怎么来了? 王妈张牙舞爪地扑过来, 揪着我四审就撕打。 你敢骂我儿子? 我跟你没完。 我急忙过去一把拉开王妈, 滚远点。 王哲生前就有吸毒前科, 把我抓走当天, 他毒瘾犯了想杀人, 幸亏我跑得快。 你要是真怀疑是我杀了你儿子, 就拿出证据, 拿不出证据你就是诬陷。 什么? 居然吸毒? 吸毒在我国是非常严重的事, 没有人会为一个瘾君子辩护, 网红们的直播间可想而知会变成什么样。 你还敢提这个, 我儿子吸毒还不都是被你害的, 警察同志, 你们要相信我, 都是这个女人, 对当年的事情怀恨在心, 所以这些年一直想方设法, 让王哲染上毒瘾, 我儿子根本就是被谋杀的。 王妈不知道受了谁的指点, 学来了这一套, 说得有模有样, 让站在我身边的四婶和王语 都忍不住多看了我两眼。 在场的网红们又一次兴奋起来, 我冷漠地扫一眼现场的一切, 转头看向王语, 有证据证明我常年累月给王哲投毒吗? 王语皱紧眉心, 摇摇头, 确实没有。 那就请警察同志帮个忙, 把这几个寻衅滋事的都抓了吧。 王语给同事打了电话, 没多久, 王哲父母就被警察带走了。 众多网红还赖在原地不肯走。 一个个凑上钱, 想听我说两句。 我无语地笑笑, 转身对着网红的直播间镜头说道, 写头条文章的那几个, 我不知道你们收了多少钱就信口污蔑我, 现在是法治社会, 煽动舆论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从今天开始, 我会申请证据保全, 你们跟我没完, 我跟你们也没完。 网红们互相对视一眼, 最后善善离开。 一旁的四婶似乎松了口气, 看向我, 文玉, 四婶相信你。 我愣了愣, 笑了, 谢谢四婶。 我不确定四婶是否真的信任我, 毕竟网红这个警察都是他介绍给我的, 要说没有别的意思我真不太信, 不过此刻他说的这句话还是让我感到很安慰。 四婶走过来, 轻轻拥了拥我, 这么多年你受苦了, 孩子。 我眼眶微微有些湿润, 飞快地眨了眨眼。 这是自我三十岁之后第一次有家人和我说这种话。 我和四婶其实来往很少, 说起我四婶, 我爸妈话里话外总是鄙夷。 说什么一个连饭都不会做的女人带坏了我四叔, 还把我四叔带跑了。 我小时候不懂, 家里亲戚大多都是奇葩, 久而久之, 我就以为四婶和他们都一样。 再加上这次四婶突然给我介绍对象, 我一直挺怨她的。 舆论的风向, 因为王哲吸毒仪式, 再次出现新的撕裂。 网上的好事者们见, 直接给王哲开脱不好, 毕竟没人愿意和引君子沾边, 于是他们干脆把我一起拉下水, 套用王妈的说法, 各种怀疑我参与了买卖毒品。 王哲父母学我爸妈那套在舆论上算是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现在不仅有万千网友参与网报我, 还有警察再一次来传唤我接受调查。 虽然结果对王哲父母来讲依然不理想, 就像王哲所说的, 警察办案, 一切都要讲证据。 送我离开警局时, 王哲眼神复杂地看着我, 文玉, 你真的? 我真的什么? 没什么, 我送你回去。 一路上, 我和王哲都沉默着, 我们其实从认识以来就没什么话好聊, 不过今天我却感觉他有些紧张, 紧张到方向盘握得紧紧的。 到地方后, 我头也不回地往酒店里走, 这时, 王哲又突然喊住我, 他眉头依旧皱着, 文玉, 我不希望你沾上不干净人的血。 我淡淡道, 王哲死之前, 我伤过他, 虽然没能把他怎么样, 但你们警方不就是因为这个, 才怀疑我是凶手吗? 所以, 我怎么可能不沾上不干净人的血呢? 网语一顿,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笑了笑, 没再回头。 深夜, 我微信收到一条视频, 视频内容是割外, 主人公是我妈, 又来这招。 他们是希望我不要出庭位, 荣立作证。 只可惜, 这一次, 我不会再因为他们的逼迫而妥协了。 我爸见我半天不回复, 气得打过电话来骂我, 文玉, 你还有没有人性了? 伙同外人来害你弟弟不说, 现在连你妈的死活也不管了。 我冷笑, 文锐犯下的案子, 证据确凿。 如果你们不想他以后的路更难走, 自己在街坊邻居面前更抬不起头, 就不要再造谣容力。 人家爸妈不是你们, 不会由着别人伤害自己闺女。 像是听懂了我的话, 久久之后, 我爸都没有回应。 我挂了电话, 转头拨了120。 第二天, 四审发来消息告诉我, 我妈没事, 没伤到大动脉, 问我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她。 我拒绝了。 这种仇人一样的家庭关系, 我没有必要再去维系, 要不是法律意义上我对他们还有赡养义务, 我连这个都不想管他们。 文锐案子顺利开庭, 我和我爸妈都出现在了庭审现场。 我妈看着我的眼神像是脆了毒药, 从开庭到结束, 她都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 一审宣判文锐强奸未遂, 判刑两年。 文锐不服, 当庭提起抗诉。 荣丽一家静静等待二审。 离开法院时, 我妈已经彻底崩溃, 张牙舞爪地冲过去, 就要和荣丽拼命。 我上前一把拉开它, 够了。 我妈气得一巴掌甩我脸上, 你个白眼狼, 当年我就应该掐死你, 也好过你现在这么害你弟弟。 荣丽咬咬牙, 走过来, 怪天怪地怪别人, 怎么不怪你们自己, 就是有你们这种是非不分的父母, 才会让文锐落得如今这般田地。 我爸护着我妈, 你给我等着, 小剑蹄子, 文锐是进去了, 但我们一家绝不会让你好过。 你想让谁不好过呀? 王宇不知道从哪个地缝里突然钻出来, 书, 说话要三思。 我爸阴测测地看了眼王宇, 到底不敢再多威胁, 转身带着我妈离开了。 荣丽过来握住我的手, 没事吧, 没事吧, 姐。 我笑了笑, 我没事。 我听说王哲父母还在骚扰你, 要不然这样, 你跟我走吧, 离开这里, 离他们远远的。 荣丽父母也点点头, 我想了想, 摇摇头。 离开这种是非之地, 我是想过的, 但你总不能逃一辈子, 而且我也逃累了, 不想再逃了。 没事, 有我呢, 王宇这时突然说, 有警察叔叔在, 随时听后使唤。 荣丽看看王宇, 又看看我, 忽然一出一丝姨妈笑。 现在的小孩子就是爱胡思乱想。 人家警察同志 通过自己的人脉 联系上我四审, 假装相亲, 可不是为了和我谈恋爱的。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爸妈接受媒体采访, 仍然坚持用污蔑荣丽的方式 来操控舆论, 不过, 事情的发展显然不如他们的意。 因为吸毒贩毒的关注度 在社会上更高一些, 没几天, 文睿案子的舆论 就被王哲的事压了下去。 王哲父母不知道又憋了什么大招使坏, 这段时间竟然没有再来骚扰我, 我也临时搬进了一处新的小区里。 这天, 学生开学, 我坐车来到了一所中学门口, 站在不远处静静看着学生们进进出出。 黄昏时分, 校门口终于出现一抹熟悉的身影。 那是王哲的亲弟弟, 王胜。 这段时间, 王胜的行踪我一直找不到, 也不知道王哲父母给他藏到了哪里。 不过, 幸亏他没有从原来的学校退学, 他现在正在等他爸妈来接他。 我趁着王胜没注意走过去, 伸手搭上他的肩, 好久不见呀, 弟弟。 王胜见识我, 惊恐地就想喊人。 闭嘴, 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视频, 在他眼前晃了晃, 不想你爸妈和你的秘密泄露出去, 就老实点听话。 王胜点点头, 跟着我走入一旁的巷子内。 年纪小的孩子就是容易被忽悠, 我们聊了几句之后, 他就把我想要的东西交给了我, 你保证过的, 不能让我爸妈坐牢。 我笑咪咪地看着王胜, 没看出来你挺在乎你爸妈吗? 平时怎么没见你这么孝顺? 王胜脸憋得通红, 你这个杀人凶手, 你会不得好死的。 我拍拍他的脸, 彼此彼此, 小变态。 不一会儿, 王妈来接王胜, 老远就看见了我俩。 王妈以为我要对王胜不利, 吓得冲过来要找我完命。 我无心纠缠, 扭头就去了警局, 将手里的证据递给了王宇, 有人拍到了那天王哲坠楼时的情形, 我想这个可以证明我的清白。 王宇没想到王哲的案子过去了这么久, 竟然能被我得到新的证据。 他接过U盘插入电脑, 片刻过后, 又将U盘交给鉴定科, 去核查视频过程有无剪辑。 末了, 王宇凝重地看着我, 你早就知道有这段视频, 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警方洗脱嫌疑。 王哲父母又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告诉了你们, 你们就会大张旗鼓去查, 他们为了弄死我, 只会让你们什么都查不到。 我也是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找到的。 拍视频的人是谁? 王胜, 王哲的亲弟弟, 说着, 我从包里又取出另一个U盘, 这个小变态, 一直以来都喜欢偷拍我, 他还热衷于偷拍女同学上厕所, 现在已经演变成他偷拍视频上传外网牟利了。 我完全不顾之前和王胜的约定, 将他的小秘密全都抖了出去, 所以你拿这个和他做了交易, 做事情总要动动脑子, 不是吗? 王哲促着眉头看完U盘里的内容, 到最后一个视频时, 他惊讶地睁大眼睛, 这是王哲父母参与贩毒。 我点点头, 王哲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转头给基督大队打了电话。 离开警局时, 我玩味地看着王哲, 不问问我哪天拍到的他们贩毒的视频, 又为什么不第一时间交给警方? 这是基督大队的工作, 王哲沉了口气, 文玉, 你不信任警方, 但你很有手段。 我希望你记住, 法律的底线永远不要碰。 我笑着挥挥手, 和王哲告了别。 视频核查结果很快出来, 除了开头结尾被剪辑过, 中间的过程确实是王哲想杀人, 只不过偷鸡不成十八米, 把自己给害了。 王哲的案子终于有了盖棺定论, 警方第一时间出了蓝底公告, 还了我清白。 王哲父母因为贩毒仪式连夜被抓了进去, 而王胜, 他正好已经满十四周岁, 因此, 也需要为自己偷拍他人牟利的事情付出代价。 隔天, 我接受了基督大队的询问。 我的说辞很完美, 也是事实。 王哲此前之所以绑架, 我就是因为我拍到了他父母贩毒的视频, 他逼着我将视频交出来, 我不肯, 所以他就想给我绑走杀了。 至于为什么我第一次接受调查时没有向警方说明这个情况, 我的理由是王哲父母拿王胜偷拍我洗澡的视频要挟我, 扬言我说出去就让视频满网飞。 而现在为什么又赶了? 自然是因为我找到了王胜犯罪的证据, 不会再让自己陷入被动。 王哲和基督大队的人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像是在看一个怪物一样。 我知道这些说辞依旧不会打消警方对我的疑虑, 但既定的事实就是他们找不到任何我故意杀害王哲的证据。 几个月后,文睿荣丽的案子已经在网络上掀不起什么水花, 二审开庭也只有寥寥几家媒体报道。 荣丽父母坚持告造谣的自媒体博主, 刑事自诉转公诉一连送进去好几个, 尤其是我爸妈, 虽然最终被判了缓刑, 但还是让他们付出了代价。 这场不论是关于我还是关于荣丽的舆论, 最终都走向一个相对胜利的结局。 文睿被学校公告开除, 荣丽走出阴影后继续好好生活。 某天, 我再次路过王哲坠楼的小区, 好巧不巧遇到了久未联系的王羽。 你来这里做什么? 几个月不见, 没想到他还是这么愁眉苦脸。 我轻笑, 那王警官又来这里做什么呢? 王羽望着王哲家的阳台, 都说凶手在杀人之后喜欢重返案发现场。 说得很对, 这次我没辩驳, 不过, 即便我当时有心杀了王哲, 按照视频里的情形, 他当时几乎要勒死我, 我反杀不也是正当防卫吗? 侵害正在进行时的王警官。 王羽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随后摇摇后草牙, 面带失望地离开。